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伴随着川普以压倒性的优势重回白宫 分析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 中共一位副国级的官员最新的说法应该就是印证了这一点 有历史上最挺台国务卿之称的蓬佩奥意外出局 没有办法加入到川普政府 这个消息让蓬佩奥本人的支持者 以及川普的不少支持者是感到意外 甚至是震惊 不知道这个对台海形势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今天的节目中 您也可以听到一位旅居日本的普通的华人 对于川普重回白宫的担心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第一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中共一位副国级的官员 对于这一次美国大选结果的最新的说法 美国大选的结果是在北京时间11月6日左右就付出水面 那么到了11月8日 这一位副国级的官员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兼国务院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就火急火燎的赶到了深圳 召开了一次由香港的不少商界大佬参加的 所谓的动员会议 根据香港外宣媒体所披露的信息 有与会者就特别透露 夏宝龙是讲解了中国及香港目前所面对的内外形势 其中就包括什么呢 中共三中全会的策略性发展方向 以及中美关系 其中夏宝龙就特别提到 中美关系不会好 而且冲击多大 也是难以预料的 但是夏宝龙就强调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 及对外开放政策 会振兴企业对中国的信心 指出香港工商界和企业家们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他呼吁香港的企业家们 以实际行动来建设香港 香港的媒体在相关评论时就特别提到 因为离美国大选的结果出来 还不到48个小时 就开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会议 就能够看到中共中央 对于如何应对川普在经贸层面的狂轰滥炸 应该是早有预案的 也深知香港工商界的忧虑 所以就召开座谈会来听取香港工商界的意见 也是说在未来制定政策时 会考虑到香港的因素 香港媒体的评论还特别提及 现在实战还没有立刻的打响 所以中共这个定心丸的作用未必彰显 但起码夏宝龙召开这样的会议 是传递了一个信息 就是中共中央对川普回白宫 对香港的工商界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个事情是非常关注的 透过香港媒体的报道 11月8日在深圳举行的这一次的会议 一共是29位香港工商界人士出席 而且是每一个人逐一发言现场的气氛 根据这些报道相关的评论来看 是显得比较的凝重 甚至是紧张的 因为中共中央就是要求香港的这些商人 资本家们 资本界的精英们 要率先行动起来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夏宝龙在这一次会议上 是用了中共大陆色彩 非常强烈的政治话语 来动员香港的企业界的精英们 赶快行动起来 加快投资 他说当前香港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主席给阻击宁波的香港企业家 重要回信精神 正确认识自身发展与香港发展 国家发展的关系 坚定对香港和国家发展的信心 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等等 那这些话呢 就不知道香港的企业界的人士们 他是不是听得懂 是不是听得懂以后呢 能听得进去 是不是听得进去以后呢 又能够行动起来 现在总体来看是比较的困难 因为川普他重回白宫之后 具体会采取哪一些重磅的措施 来针对中国 针对香港 这些措施又会产生 哪一些重大的影响 然后呢 中国在中共中央这个层面 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应对的措施 香港企业界的人士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 当然会做一些评估 但是显然更多的希望是 等着来看一看 但中共显然 现在就是着急着去发力 让香港的企业界人士们 想办法做规划 最后当然还是说要掏出真金白银 恐怕有一些香港企业家们也会想 这个就是抱的儿子当兵啊 不肉疼 因为是人家的孩子 当炮灰啊 也无所谓 以上是一位副国际的官员 他对中美关系走势的一个看法 能够看到一些迹象 那么另外一位啊 是中共重量级的学者 和中共体制内和决策层 是走得比较近的一位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朱峰 他对中美关系一些最新的看法 其中重点啊 那当然首先是一个台湾问题 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之中 朱峰就认为啊 现在美国是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对手了 台湾问题自然就成了美国想要撩刺中国 激怒中国 搞砸中国的台湾筹码 川普特朗普2.0版会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拱火 但是他认为中美双方都很清楚台湾问题的底线在哪里 北京和华盛顿近期内让台湾问题失控的概率并不存在 那么接下去呢就是乌克兰战争 川普2.0版朱峰认为啊 为乌克兰战争带来停火的努力 可以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关系上的合作点 一旦川普决定大规模降低对乌克兰的军火和财政援助 将为推进乌克兰战争停战之创造重要条件 朱峰说中国是乐见乌克兰战争进入停战和谈的状态 而与同时美俄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改变朝鲜 兵源俄罗斯作战的危险态势 他认为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 扩大化和尖锐化是当前世界政治中最危险的大国政治事件 这个是朱峰先生的判断了 其实和我在上一周的节目中提到的 中国知名的也是享有国际胜誉的政治学者 胡伟的判断大体上是差不多 就是认为中美关系当然不会说有根本性的改善 但是在一些核心议题之上 中共其实会因为川普的第二度回到白宫 而获得实在的益处 以上说的就是中共在比较高的这个层级 对于中美关系可能变化 是怎么样来做准备的 怎么样来做评估的 其下去就要看一看过去几年 其实是对华鹰派的重量级的人物 第一个人物首先要谈的当然就是蓬佩奥 重量级的对华鹰派的人物 舆论厂也普遍认为 他是历史上最挺台的国务卿 他的出局是说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痛心 甚至是震惊 因为川普他在稍早之前 于社交平台上是发出了贴文 明确就提到 不会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以及前国务卿蓬佩奥 加入目前正在筹组的川普政府 当然川普也是说和两人先前是合作愉快的 稍微晚一点 蓬佩奥也是在社交平台X上做了回应 他首先是贴出了一段 在川普造势现场两人互动的影片 影片中川普和支持者是介绍了蓬佩奥 邀请蓬佩奥站起来和大家打招呼 那么蓬佩奥在帖子中就是回应 说总统先生 我也很荣幸能与您共事 正如您所说 上周我们碰面时 您和我制定了 使世界变得更安全 且不会造成新战争的计划 蓬佩奥还在帖子中说 美国拒绝使用拜登贺锦丽的外交政策 我们有责任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前面 蓬佩奥的意外出局 目前原因分析猜测是比较的多 身体原因还是说理念和川普有不同 还是说风格上 川普对蓬佩奥不满意 因为在这次大选之前 其实可以看到蓬佩奥作为美国前国务卿 是在很多媒体上发表文章 接受专访谈他的一些外交策略 包括对于乌克兰的一些所谓和平计划 在五月份的一次BBC 对他的访谈之中也特别提到 蓬佩奥很有可能 接下去继续和川普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一下子六个月过去了 这个其实就已经落空了 表示遗憾和各种复杂情绪的华人华裔 那就比较多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知名的华人作家于杰先生 目前人是在美国 他的说法呢 他说川普不再启用 他用的是蓬佩奥 蓬佩奥了 我觉得遗憾 他说蓬佩奥一度是有意出马党内竞选 也对川普有所批评 但我觉得不是原则上的对立和分歧 后来他知难而退 继续支持川普 川普也从未公开过批评他 于杰认为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他说蓬佩奥没有被继续任用 估计是当下川普团队内部的斗争的结果 如果他能继续做国务卿就好了 他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佳国务卿 我想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如果川普新政府的国务卿 比他更强悍更反共 我乐观其成 伴随着蓬佩奥的出局 现在人们意识到过去他写的一些文章 表达的一些观点 那其实呢更大可能就是他个人的声音 而不代表川普了 比如说七月份他是以第二作者的身份 以美国前国务卿的身份 在美国的知名媒体上是刊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特朗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当时很多人就以为这个是川普的意思 那么蓬佩奥在文章中就是提到 对俄罗斯要实施真正制裁 要振兴北约 将成员国的国防开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至3% 特别的对乌克兰是制定一项5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乌克兰向美国来进行贷款 同时取消对乌克兰可以获得和使用的 武器类型的所有限制等等 同时针对乌克兰 蓬佩奥在文章中还特别呼吁 乌克兰需要尽快加入北约 以便使所有欧洲国家承担起保护乌克兰的责任 北约应该设立1000亿美元的基金 用于武装乌克兰 其中美国的份额不得超过20%等等 那么在中国关系的处理上 包括台湾事务中 蓬佩奥过去几年其实言论也是非常的多 可以举几个例子 2024年今年的9月份 在哈德逊研究所一个公开的讲话之中 蓬佩奥就特别表示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维持对台承诺 在2023年3月份 蓬佩奥在接受美国的中文媒体专访的时候 也是介绍他和金正恩 普京习近平都有交道交往交手的经历 其中特别的他认为 习近平是三个人中间最难对付的 也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蓬佩奥说习近平冷酷无情 而且习近平看得很清楚 也很严肃 他知道如何运用权力的杠杆 而他了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人口的挑战 以及所有会让他的政治权利处于危险之中的事情 而且蓬佩奥特别提到 习近平那个时候 基本上是已经宣布成为终身主席 并且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 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 在早一点 往前一年2022年的3月份 当时在台湾出访的时候 蓬佩奥作为美国的前国务卿 也是呼吁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透过这些细节 那也确实不难理解 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多国务卿之中 蓬佩奥普遍被认为是最挺台的国务卿 换一个说法 是认为对华最鹰派的美国国务卿 恐怕连之一都很多人不愿意加上 那这一次川普把蓬佩奥没有让他入局 所以是显然引来了很大的反响 在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 在接受媒体的联合访问的时候 就表示无法评论 美国新任总统未来的人事布局 但针对台美关系 各界要有深切的期待与高度的自信 因为台湾这几年的经济实力 越来越强大 世界都需要台湾 而且台湾对于和平的贡献 也深受民主同盟国家的肯定 随着蓬佩奥 那已经没有机会 另外一位人物 就是曾经在蓬佩奥手下工作过的 名声也是非常大的 于茂春先生 现在看来要进入到 比如说美国的国务院系统 获得比较高的职位 目前来说也是非常的难 其实对中共持鹰派 持非常强硬态度的 还有一位是博明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之时 博明是曾经担任 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一职 不过他是在2021年的1月上旬 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之后 就已经是离职了 关于博明 我过去是联系过中国大陆 一位非常知名的政治学者 在交流之中 这位学者就特别介绍 在海外的中国的观察者之中 包括一些官僚之中 他认为博明是对中共 看得是文准狠的 非常强势的一位 在蓬佩奥在余茂春之外 可以说这一位博明 是对中共的态度 显然会让中共 以及中共的支持者 粉丝们是心惊胆寒 博明最新的一篇 观点性的文章 是11月11日 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 一共是三位作者 那么他是第二作者 这篇评论性的文字 标题是 美国可能很快会面临 比核武器更强大的威胁 副标题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 比新冠病毒 致命性更强的病毒 其中就特别提及 独裁政权可能会在 发动袭击前 秘密给人民接种疫苗 或者独裁政权可能会成功开发出 能够对特定族群 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病原体 就像中国的一些 军队的将军们所设想的那样 文章还特别批评 中国故意是向其他政府 和世界卫生组织 隐瞒了新冠病毒 具有高度传染性 即使是无症状患者 也会感染 北京还阻止了所有调查 新冠病毒起源的 严肃努力 然后新冠病毒在全球 造成了约2700万人 直接或间接死于这个病毒 所以对中国的批评的严厉程度 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北京时间11月12日 有美国媒体指 川普是已经选择了 卢比奥参议员 也是对华的鹰派代表人物之一 出任国务卿 所以接下去来看一看 博明这一位中国通 会不会在川普政府中 得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 今天的节目最后 那我要分享一位 旅居日本的华人 对于川普这一次胜选的看法 他是比较忧心的 那过去一段时间 我也是联系了不少的华人 对于川普升选的 个人的观点 那所以我得说 这位旅居日本的华人的 朋友的声音 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位华人朋友就表示 如今的西方 能否像二战时期的西方那样 在度过艰难岁月之后 重新为人们 树立起对民主 对自由的信心 他说呢 看西方各国建制派 那一副根本拒绝承认问题的嘴脸 以及民粹派凶神恶煞的疯狂 他认为希望渺茫 他说 这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 也已经是产生出了苗头 可以想象 未来几年内 整个西方都会依次变天 整个西方乃至世界 将重新退回所谓的牌内 也就是将本国的一部分人 打为贱民 并掠夺他们的时代 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 而那个很有可能 也是海外华人的命运 所以他说 我非常担忧 这位旅居日本的华人朋友 就特别表示 固然以川普为代表的 极端右翼势力 在西方对外是公然支持普京 内塔尼亚湖政权的侵略和屠杀 以及对中共做无原则的交易和妥协 对内则煽动种族和文化间的仇恨 以及毫无顾忌的制造网络谣言 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西方国家 国人他自己的处境 他们难道要选那个 让他们越过越穷的 拜登或者是哈里斯吗 这些建制派口口声声的就表示 俄乌 巴以 台海 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成功的削弱了俄国中共伊朗 我们是赢的不拉不拉 而作为国家主体的国民们 却看不到自己到底哪里赢了 反而是越来越活不下去 真实的生活乃至生存 压力是如此 在民主党为代表的建制派政权 是完全失去了应对问题 做出调整的能力 甚至是否认问题本身存在的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 自由平等人权通通见鬼去吧 这位旅居日本的华人朋友 在我的节目下面的留言 是非常的长 显然也是经过很缜密的思考的 那么他的观点看法 和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的观点 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在纽约时报的那篇评论中 就特别强调 事实是已经证明了 民粹主义者对于国家方向的失望 和对精英的怨恨 比两党 比共和党和民主党 许多人认识到的更深刻 更强烈 尽管仍有数千万选民 是投票反对川普 但是川普再一次 利用了许多人的一种感受 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国家 美国正在衰退 在经济文化和人口构成方面 受到冲击 所以结果就是美国人 在历史上第一次是选择了 一名被定罪的罪犯 担任总统 他们把权力交还给一个 试图推翻上届选举的领导人 在北京时间11月12日 在网络上已经有消息说 美国的知名的高校康奈尔大学 是已经建议国际学生 不要在1月20日之后离开美国 否则就有可能 因为川普对学生签证政策的改变 就非常难回到美国了 然后相关的国际学生办公室 在这一块也没有办法协助更多 目前我没有办法独立证实 这个消息的真似 因为在康奈尔大学的官网上 还查不到 但是如果接下来说 事情果然证实了 那前面那一位旅居日本华人的担心 某种程度上 他就已经是落地了 如果说最后呢 这个消息可能是杜撰的 但是呢又流传的这么广 其实他反过来也是显示 现在普遍就是有这样的一种 紧张焦虑的情绪 在华人中间 在留学生中间 担心川普会下重手 因为和中共有激烈的博弈 但是呢 还是造成了一些误伤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说呀 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打赏频道 还是打赏我本人 都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频道